吉北北陶1200都會通MegaCity Pass 這很適合起用 月付1200元 民眾就可以在吉北北陶境內 五線搭乘捷運輕軌台鐵和市區公車 以及公共自行車 串聯大台北生活圈 也是邁向2050近零碳排已搭步 四位市長齊聚鼓勵民眾減少私人運聚 多搭乘大眾運輸 那吉北北陶四個縣市 我們總共人數大概910萬 佔了台灣四成左右 所以每一天 吉北北陶四縣市通勤通學的人數 就有將近135萬 所以這是一個很龐大的人數 所以推動這樣的交通月票 我相信不管是從城市成本 低碳永續交通效益 以及減輕通勤通學族的負擔 都是非常值得要做 也必須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四個縣市 之前我們討論 所以我在第一次參加行政院會 二月的時候 第一個發言 我就說希望中央 能夠給予全力的支持 因為我們從2018年 更新美式共同推1280月票的時候 其實就得到所有通勤市民 大家的喜愛以及肯定 也的確讓很多過去使用私人運聚的族群 轉換來搭乘文綠運輸 所以後來我們四縣市討論應該擴大 希望能夠讓Mega City都可以使用 而且範圍擴充到更多的運聚上面 因為我們基隆市是全國到外縣市去通勤就業 排名第一的城市 每個月的通勤費用 對基隆市的年輕朋友來說 是個很大的負擔 所以我想7月1號開始 基隆市民可以說是慢慢的 可以去體會跟感受到 這個準直轄市市民 在交通便利上面的 很多未來政策的方面 所以在這邊要感謝 頭市長 蔣市長跟張市長 還有中央部會 共同的我們來促成 這個對於民眾有感的政策 那未來我也特別謝謝侯市長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基隆捷運方面 未來要跟新北攜手合作 要不但打通這個交通 這個運輸的環節 也要帶來產業跟就業 也是我們基隆現在最關心的一件事情 我們一旦實施這個1200 當初是1280 我們到底市政府要補貼多少錢 那個錢的金額其實老實說不低 但是我那個時候跟我們同仁說 再多的補貼也不能把它看成補貼 要看成是一種投資 這個投資是讓我們的市民 我們四個縣市市民 感覺到說基北北頭 就是一個不分離我的一個共同生活圈 同時把過去我們在公共運輸上的投資 能夠進一步發揮它的效益 所以看起來是補貼 事實上把這四個城市縣市打造成一個共同生活圈 然後把公共運輸的效益進一步發揮 這是一個必經的過程 這個觀念 欸不錯喔 前幾年還是得到迴響 欸中央也站出來 前幾年中央一直沒有表 欸上去年的鞋子中央說了 欸可以 那中央跟地方如何來合作 這就對了 中央絕對不能分哪一個線線 而且中央的做法是希望 是北部以外 中部以外 南部以外 都有一個公共運輸的這樣的平台 我覺得這是一個正確的 公共運輸 絕對不能單一來看 我們是要用便利的 讓大眾藝術成為 生活又便捷又便宜又快 方便的一種最重要的 人民往來的一個交通工具 這個交通工具 不但可以帶動藝術的量 也可以讓很多外國人 來到台灣感到台灣 哇真棒 一個業票 哇我可以在這裡住一個業 我就可以用這個業票 好好在這裡生活 所以這個業票它代表的意義 是代表一個社會進步 代表一個世界歧視的景態 代表是一個環境的優化 更代表的是 我們以人民的聲音 照顧所有人民 所以這個業票 一千兩百元 及北北桃 在企業要正式來開始實施 這是一個新的里程碑 代表的是市民經濟的照顧 代表的是一個 其運共好 更代表一個台灣港 更重要還有一個 讓因為共好 讓台灣更能夠國際化 這才是我們的目標 那前兩天 我碰到AIT 羅生博和主席 我帶他去坐台鐵 從那個板橋車站 坐到細子火車站 到平溪放天燈 我送他一個禮物 我就送他我們的業票 一千兩百塊的業票 哇他很壓抑 算算多少錢 四十塊美金 少了四十塊美金 哇他很要壓抑 哇連國道的課業 以及我們的捷運 U-bike 台鐵的火車 什麼樣都可以做 他很壓抑 哇你們把所有的公共技術 串聯了這麼好 又這麼便宜 這是一個值得 讓外國人驕傲的一件事 雙倍1280訂期票 107年推出以來 每月提供30萬通勤民眾 達成優惠 有效提升公共運輸 使用黏著度 一千兩百元月票推出 對四個縣市通勤族 將會很有感 四個縣市跨於合作努力 期盼讓民眾在萬物接掌的時代 感受到大眾運輸價格 不升反降的魅力 記者問君 台北不到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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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s